用編織的方式呈現 檳榔葉翹交錯層次的美感 是件獨特的藝術作品 抬頭一看檳榔葉翹搖身一變 以登具裝飾融入你我生活中 而這些作品出自泰雅族藝術家 劉大衛之手 走過許多部落 看見族人用檳榔葉翹 擋作器皿等 給予他檳榔葉翹創作的靈感 他從他的樹幹果實 樹葉 都有被族人去做利用 那葉翹的部分的話 他更自然 特別去挑檳榔葉這個材料 那也希望說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實驗 或許在部落的其他族人朋友們 可以探覺到部落還有沒有新的素材 我們可以再去做新的一個創新 劉大衛利用檳榔葉翹的特性 也創作杯墊 筆記本等作品 讓看展民眾了解檳榔葉翹的多種用途 我們普通也會以為它是一個垃圾 不懂的就當作垃圾 那我們居然可以這樣再利用 還做出那麼漂亮的東西 我覺得如獲至寶 檳榔翹做成的書籤 這個是現場製作的新的產品 劉大衛希望透過這次展覽 鼓勵更多族人運用部落智慧 將這燃材料創作出不同的左瓶類型 原始新聞RX556 新北新店採訪報導 我們的採訪報導 我們就把我們的 канал